因为我国海军已经装备两艘075型两栖攻击舰 后续还将继续建造 那未来071型船务登陆舰还会继续建造吗 071船务登陆舰目前来看 是不会继续建造下去了 本身作为一款满载排水量达到2.5万吨的大型登陆舰 是不可能无限量建造下去的 虽说我们有台海的军事压力需求 但台海西岸并不适合071和075这样大型登陆舰活动 更主要是靠中型登陆舰 甚至欧洲野牛气垫船这些直接发起冲滩登陆 071和075更大空间是迂回台海东岸 开辟第二登陆场 8艘071型船务登陆舰已经拥有直接投送接近一个式的兵力 再加上75型两栖攻击舰 以及台海下东岸到五国本土航行距离还是有限 可以较快速地装载第二批次登陆部队 从军事角度已经可以满足第二登陆场作战需求 从目前来看国内对071的需求短期内已经够了 因为现在五国的战略需求并不像美国那样遍布全球 而且我们根据实际情况还保有大量的072和074系列中型登陆舰 其实 075的出现并不是替代071 而是相互配合的关系 所以075的出现确实有效提升了中国的两栖突击能力 但并不影响071的服役计划 台海的特殊性需要我们保持大量的 072A和074A这些中型登陆舰 这些平底登陆舰船更适合冲滩登陆 在更短时间内投送登陆部队 所以我们无法跟美国一样全部采用船物登陆舰 加两栖攻击舰的全大型登陆舰模式 大型登陆舰船规模要小一些 对比美国海军的12艘船物登陆舰的数量 我国71只有8艘 为什么不继续深入下去继续建造 这就跟实际的战略情况有关 在实施大规模渡海登陆的情况下 可以从我沿海直接跨越海峡抵达台西部地区 与我国现有的几艘野牛级气垫登陆舰配合 大规模的登陆效率远远高于 071型两栖船无登陆舰 当然前提是完成对岸火力压制和清除 待先头部在弹头对战稳后 072型在携带更多的主战装备之间 由台西部海岸线登陆完成进一步巩固 而71本身有远航能力 配合海上作战编队可以在台东部地区 从太平洋方向实施登陆 这样形成两面同时展开的两栖登陆作战 这样无论从安全性还是效率上 不同登陆舰的配合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成本和代价也是最小 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从台西部登陆我们也要派出 071再释放气垫船那么不仅效率低 而且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意思 几十公里的海下还要071再重转一次 这还不如从我沿海直接派中型轻型登陆舰直接抢摊 075的出现并不是替代071 而是相互配合的关系 075虽然有着4万吨的排水量 但气垫船的携带能力反而只有三艘 比071还少一艘 因为075作为两栖攻击舰要承担 登陆前的空中火力支援或空中垂直投送 所以航空设施是两栖攻击舰重要的一部分 机库 航空燃油库 航空弹药库都会严重挤压物舱的空间 这就导致075的兵力运载能力可能还不如071 也就是说 071是用来运兵的 075是承担空中任务并运兵的 二者的战场任务是有所侧重的 在我国未来的实际使用当中 如果用071船物登陆舰来携带武装直升机 不仅携带数量少 而且运作效率不如全通甲版的75两栖攻击舰 这有点类似美国的两栖远征大队的配置 美国的ARG就是以一艘黄蜂级两栖攻击舰为核心 服予两到三艘圣安东尼奥级船物登陆舰辅助 我国要是也爱这种规模来组织 相信后续071最多也在建几艘而已 071船物登陆舰作为我国大型远洋登陆舰的开山之作 其设计和建造都可以说是相当成功 能首批就建造了八也正说明了其的可靠 除了两栖登陆作战外 还可以在海上人道主义救援 返海道等领域发挥重大作用 并且071的成本控制做的也相当出色 外媒对其造价估计仅为3亿美元 实际成本不到欧洲同级别船物登陆舰的三分之一 更是只有美国的深安东尼奥级船物登陆舰的五分之一 所以071型船物登陆舰的竞争力很强 未来将主要在出口方面发挥作用 我国也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最近网上有消息表示 中国第六艘70一两栖船物登陆舰已经开舰 并且一度有消息指出海军方面增加了071型舰的订单 未来具体的建造数量可能不止六艘 此前一直传闻中国将建造六艘071大型两栖船物登陆舰 071可以载装四艘大型气垫登陆艇或六辆90式轮式装甲车 还可调放两艘小型登陆艇 可以运载近50辆各类装甲作战车辆 包括两栖装甲车 轮式和履带式步兵战车 各类反装甲车辆 轻型自行火炮 主战坦克等 该建也能根据需要搭载2-6架运输直升机 主要是直8和直9直升飞机 用于人员和部分登陆作战物资的垂直登陆运输 其中搭载的726型气垫登陆艇可在一辆CTD-5两气突击车 和两辆ZBD-5两气步兵战车和陆战队员80人 或者可在四辆机械化步兵战车和全副武装步兵40人 或者一辆坦克和两辆步兵战车 由于726型气垫登陆艇的外形尺寸和运载能力约等于美军现役的LCAC气垫艇 有效载荷50吨以上 可运载四辆机械化步兵战车和全副武装的步兵40人 或主力战车一辆12艘就能够搭载约500名士兵 这相当于一个装甲团的兵力 满载情况下 726型气垫登陆艇能以30至50节的高速冲上海岸 具有卓越的跃掌能力 上岸后 726型气垫登陆艇还能继续高速前进 确保兵力更远 更精确的投送 最近夺岛大热 读者群里就出现了很多有趣的观点 比如说比较典型的 我军的072坦克登陆舰太弱 而071又太少 075还没服役 我们的有海向路投送能力还是不够呀 如果夺岛好像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表示很焦虑 毕竟只有陆军上去了才算比较稳 别慌 这是没那么玄乎 大部分军迷看到的或者想象的 渡海船团一般都如图上模样的 有护航舰艇 有071及072登陆舰 还有直升机 现在都90112年了 登陆战一定是立体的 海空协同的 其实吧 渡海船团大致是这个模样没错 但是072坦克登陆舰 及071船务登陆舰明显是两种装备 在夺岛的时候 用法却有极大的区别 本门就抛开火力准备阶段 夺取制空 至海圈阶段直接探讨下先游装备 条件下我军夺岛会遇到的那些事 编队里的071坦克登陆舰一般 有两种常用的卸载所写装备的方法 一种如图上072登陆艇直接抵抢滩把重装备 人员加物资卸下 这属于游海巷路的常规老套路 第一要求战局掌控力足够强 敌人没有像样的反击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达成这一条件 未必要兵对兵将对降武器打武器的引钢 实施战略洋动也可达成以上条件 第二对登陆地级当时气象水文条件有不少的要求 比如抢滩多以沙地 你沙地 应你地为主 掌朝前抵滩 然后退滩 战时针不一定有足够的安全时间等到涨潮时退滩 其他小细节还有海滩坡度 涉水深度 浪高 风向 向岸流及横向流流速等 从上可以看出底滩登陆优点不少 缺点也很多 局限性很强 所以072坦克登陆舰一般常用上途的方法卸载所协装备 这种方法一般被称之为泛水登陆 采用此种方式登陆 要么场地受限 要么欧方对战局把控力度不够 敌军仍有规模不大的抵抗 此时各种火力轰击敌岸上目标 掩护登陆力量滑水就成了常态 也正由于战时这样的情况会居多 所以我军陆战的主战装备多少讲究一项量气能力 而071船雾登陆舰则是另外一种登陆办法了 它以携带的气垫船作为主要的抢底滩登陆手段 在大部分敌军反击力量打不到的海域 快速地放下气垫船冲岸 优别于072的两种老套游海向路手段 072由于装备技术限制原因 不管采用荷重方式 漫游有且庞大的坦克登陆舰总要抵禁制敌反击火力之下 只不过泛水作业相对于抢探作业更安全一点罢了 而相比072坦克登陆舰作业区域总得靠近敌海滩来说 在40公里开外就可以放下气垫船 不止敌人绝大多数反击火力打不到 敌岸速度还更快 得益于气垫船极高的速度及极高的探图通过能力 经常是登陆船团在某某海里处放下气垫船开始冲岸 到气垫船卸载物资再返回 补充人员装备再重底岸边 072坦克登陆舰才慢悠悠地开始抵达 我军典型的726气垫船最大航速为80节 072最大航速为20节 两者航速相差达4倍 加上72底岸速度其慢 够726气垫船从船到岸两个来回了 27坦克直接泛水 除了05是27突击车有一定的冲岸速度 其他27车辆冲岸速度都不超过10节 比072坦克登陆舰还不如 当然071船务登陆舰也有进岸泛水作业能力 但该技能只有绝对掌握了制空权 至海权及地军已经丧失抵抗能力的时候才好用 所以渡海船团第一波抵达战场的 应该是071上的武装级运输直升机 然后才是726气垫船搭载的人员装备 在后面是水路27坦克波次及072坦克登陆舰 在稳固登陆舰以后 后续的大军将以各种船只及手段源源不断地登岸 稳固登陆场会有个小小的胶着过程 也就是第一波登陆力量上岸以后 人员及装备数量都不够 能否站稳脚跟 不被敌军反扑回大海时决定 渡海作战能否成功的关键 这不站稳以后 随着后续部队的抵达 登岛作战已经没其他大的悬念了 我想此时各位读者肯定心底有无数 种套路和方法协助大军站稳脚跟了 毕竟大型岛与防守方局限性其实更多 这里简单的谈下某岛的局限性 这是大部分军迷所不了解的 只因攻守两方都会默契的选择性 遗忘或者不提 某大型刀屿先以总兵力大致为29万 除去固守要点要地绝对不能动的部队 余下的部队要分手12个最有可能的登陆地点 还要设置预备队搞机动防守 每个点一面固守之地还剩下多少 敌人只有在无比确定登陆场地点以后 才敢放手一搏 集中优势兵力防守 其他时候就算某地下导弹雨了 敌军也不敢轻易增兵加强防御力量 毕竟被一个样攻误弯 造成真正登陆场力量空虚 带来的严重后果敌人承担不起 我们可以选择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采用任何方式登陆 而对方只要防守失败一次就是死亡 谁的心理压力更大 所以某岛偷偷逃跑演练可是搞得很积极的 多点突破立体登陆以后 建立登陆场 稳固登陆场的实际部队并不需要太多 逼近导弹与无人机海瘫痪敌方雷达 机场等设施后 激将散将必定会遍地开花 他们带来的扰乱机制组作用也会随着 对方通信及指挥系统被切断而放大 前方听不到后方的命令 后方不懂前方的情况 空有几十万大军却形成不了合力 只能被各种低岛力量分割包围 砍瓜切菜的解决 所以真不是072太弱 071太少 关键看这仗怎么打 怎么用 至于075马在没有垂直起降战机的情况下 075还能比071好用多少呢